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郭郭 今天我们来说这本书 《沉睡者》 照理先来唠一唠作者 Lorenzo Kalkacharin 出生于纽约曼哈顿的地狱厨房 啊对,你家甜茶就是那个街区长大的 地狱厨房在60年代的时候 由爱尔兰黑班和意大利黑帮管辖 聚集了大批有组织的犯罪团伙 曾被称为美洲大陆最危险的地区 但是别担心 由于80年代地狱厨房的枢纽位置开始发挥作用 让这片街区逐渐中产阶级化了 所以你们甜茶不是在贫民窟长大的 虽然想想那样可能还挺带感的 但是Lorenzo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他所处的时代刚好是地狱厨房最贫穷 也最恐怖的阶段 甚至于小说很大程度 都来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 不知道各位小时候 父母会不会在睡前给你读故事 Lorenzo回忆自己小的时候 妈妈给讲的睡前故事 都是恐怖类型的 故事结尾 所有人都死汪汪 印象最深的故事是说 一个纳粹士兵来到教堂祈祷 然后教堂的地板突然裂开 从里面蹦出几个恶魔 把士兵的灵魂带去了地狱 经受折磨 然后地板又重新合上了 最后妈妈拍拍他的脑袋 说行了故事结束了 晚安宝宝 做个好梦哦 这又是来添加哪门子的 亲妈迷惑行为大赏 另一方面 Lorenzo的父亲是一个屠夫 每天下班回家 都会带很多报纸回来 但他自己并不识字 所以就由儿子代读 一般Lorenzo会先从体育版读起 然后是新闻板块 但老是读这些东西 颇有些无趣 于是他就开始读专栏 当时纽约邮报 每日新闻等这些报纸上 都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专栏作家 比如Pit Hamill Jimmy Bursling等人 我们第一期讲过的Nora Afrum 那时候也有自己的固定专栏 年少的Lorenzo 被这些文章内容深深吸引 尤其是当他发觉 自己的偶像Pit Hamill 和自己一样 也来自于社会底层的时候 他开始立志成为一名作家 那一年Lorenzo14岁 为了成为作家 Lorenzo高中毕业后 一直想要进入波士顿大学读书 父亲看着他满怀憧憬的 翻阅大学的资料 意味深长的说 孩子啊 你想上学是好事 但咱家没钱啊 然而对于任何一个职业来说 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经验会提供你 比大学更好的教育 我不是传到大家退学啊 凭借着超越年龄的成熟 切而不舍的厚脸皮 和一点点小幸运 Lorenzo给自己找到了一份 在每日新闻的工作 在那里他也学到了 成为作家的重要一课 你要向世人证明 你自己能写东西 去投稿 去哪头都行 在别人认可之前 先别想钱的事 但相反的 一旦你被大家所认可 不给个一万美刀的 写个贺年片 都别轻易网出记 Lorenzo也不负众望 向读者展示了自己的才华 并在后来成为了 每日新闻 独当一面的记者 在职业生涯中 他也认识了很多 志同道合的朋友 并在朋友们的建议下 开始创作小说 说起来这本书 不是我读的第一部 Lorenzo的小说 第一部读的 他的是Gonsters 一开始以为讲的是 黑帮大佬成章史 看着看着 哦原来是一个找爸爸的故事 按理说我应该长寂静了 但可能是因为 看Gonsters的时候 还小年代久远 这回又是 看了前三分之一 先入为主的 以为是个美国版 你瞅啥 瞅你咋地的故事 看到中间 又以为是一个 英雄本色式的兄弟几人 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 看完才发现 哦原来是一个 现代版的基督山伯爵 作品围绕着60年代地狱厨房展开 包括故事的讲述者 我在内 一共有四个小伙伴 年纪不大 经历的事却不少 人家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这话一点没错 这四个孩子 都是来自于破碎的家庭 不幸的家庭 各有各的不幸 但几乎每个孩子的父亲 都有犯罪前科 家庭暴力 对他们也同样是日常 地狱厨房就好像是一个 年轻犯罪者们的训练场 似乎只有在书籍和电影中 他们才享有一点点童年的资格 品尝到所谓自由的假象 小说的前三分之一 几乎一直都在讲黑帮火病 讲血色婚礼 讲这帮熊孩子们 假扮成牧师 偷听人的忏悔 讲他们帮不法分子运黑钱 去糖果店偷漫画书 然后差点被打死 讲被街头暴力女团群殴 然后听说这个女团 总是强迫别人发生性关系 突然想想还有点小期待 没有开玩笑的 我再这么诱导下去 大概会让大家产生错误的理解 在一开始 你甚至很难找到小说的主线 但实际上这个时候 Lorenzo就开始非常聪明的 夏尔埋伏线了 他角色的性格塑造 人物之间的关系细节 都贯穿全书 和后面的主要剧情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过按照Blake Snow 先让英雄旧猫 Save the Cat 这本书的标准 这部优秀的沉睡者 大概还没有到初审阶段 就会被扔到垃圾桶里吧 如果你没有救猫这本书 我大致说一下Snowledge的观点 就是作为作者 你需要在书的前十二页 就让主人公开启一个非日常的状态 他管这个触发事件叫做催化剂 如果你有这本书 请务必找一个十字架 把它钉在墙上 时刻提醒自己 不要自以为是先入为主的 去随便评价一部小说 我们见过太多好作品 并不符合这个十二页定律 我们也痛失了太多好作品 因为这十二页定律 被扼杀在摇篮里 如果你拿套路的标准 去衡量每一部作品 那么你这辈子得到的 就只有套路 换句话说 你永远不可能得到一部佳作 因为没有一部佳作 是建立在套路之上的 这部沉睡者 同样在96年的时候 翻拍成了电影 中文一名叫 侯情四兄弟 虽然有点跑篇 但我个人觉得还是挺贴切的 这部电影两个半小时 把前面日常的部分 压缩到了25分钟以内 这一点 电影毕竟和小说是两个媒介 专攻不同 可以理解 虽然看电影 也能对角色们产生共情 但相比之下 完全没有小说那种 看到结尾 每个人物的命运 一一前后呼应上的 那种怅然若失 这四个孩子的命运 在1967年的夏天 他们13岁的时候 彻底改变了 为了一顿免费的午餐 这些熊孩子们 偷了一辆热狗推车 但因为意外 推车从地铁滑下 砸伤了一位老人 孩子们闯下了大祸 并未判入赶化院 也就是类似于 少管所去服刑 一开始看到这里 会有一种大快人心的感觉 熊孩子总算是遭报应了 但后面的剧情 逐渐开始黑暗沉重 令人难以呼吸 在少管所里 这些孩子们 遭到毒打和强奸 有些警卫使用各种方式 来羞辱他们 以满足自己的控制欲 而有些只是单纯的恋童癖 每一年 少管所都会进行一场 警卫和少年犯们之间的 橄榄球赛 每一年 少年们都会故意输给警卫 为了表明自己并没有屈服 四个孩子中的老大 Michael决定这一次 要赢 他们说服另一个 已经在感化院 服刑三年的黑人男孩 加入他们一同反击 最终他们赢了比赛 却换来了变本加厉的殴打 导致黑人男孩被毒打致死 因为故事的讲述者我 年龄最小 被提前释放 在我被释放的前一晚 警卫们抓来了另外三个朋友 然后当着我的面 强奸了他们 血液和哭声如同烙铁一样 打在这个孩子的回忆里 再也无法驱除 他还是个孩子这句话 当然不能成为少年犯罪者 逃脱法律制裁的借口 但相反也不能成为让他们遭受暴行和虐待的契机 这一段我估计导演也不忍心拍出来 于是在电影中 镜头一跃转到了11年后 孩子们已经成年 Sleepers沉睡者 在小说中就是指那些曾经进过少管所的人 他们中的老大Michael成了律师 讲述者我当了记者 这两个人搬离了地狱厨房 看起来好像已经走出了曾经的阴影 但另外两个孩子却没有 他们留在地狱厨房 变成了黑帮的头目 在一次讨债的过程中 他们看见了曾经虐待过他们的警卫 一点没废话的 直接开枪干死了他 作为律师的Michael接下此案 但并不是为了两个兄弟辩护 而是为被杀的警卫提出诉讼 在小说前半部分的铺垫中 读者已经非常了解Michael这个人 沉着冷静 永远不会被生活打败 但更重要的是 他愿意为了心中的正义 去输掉一场比赛 他的目标不单单是让两个兄弟脱罪 更是要让那些无良警卫接受制裁 一场很大的棋 在他的指挥下开始慢慢布局 这是个别乱冻 Fatmacho说 你必须留念这 这一简单是写真正的 品这一简单是写真食 这一简单是写真正的 This is real 你得抓到这 你负罵真正的 你这么几乎 这样子 有没有和 Linkedin 有适量所 我说 不是 这个人 的一切 你最后一切 Fatmacho说 这小子 长ad给你 有什么衣服 而且他以伸他 他觉得他 他的扑子 他 他说 在红尔甲上 他的宾 他的宾 手 飒觀了 înt ответ smile he kills it now see I know what they were and I know what they are isnot about that atworks throwing away a lot just to get even Fatmatro said You ain't lawyer 谷得 shot you can make it out the right way you ready to flip that aside just to get even with street fucking god i think about what they did every inei I said looking away from Fat Machu my eyes on the street in front of us it's a part of me like skin when I look in the mirror I see that in my eyes sometimes I see that in other people's faces it's a nasty feeling it's a feeling that makes you think a piece of you is already dead and there's no way to bring it back getting away with this gonna make you feel better? Fat Machu asked gonna make you forget every fucking thing that happened no I said turning back to face him it would just give me something a little sweeter to remember something nicer to think about 令人欣慰的是 书中记者和律师这两个角色 得知自己的兄弟 终于大仇得报后 完全没有讲假事的 政治正确一番 他们毫不犹豫地 站在了兄弟这边 好像他们的一生 就是为了此时此刻而准备的 这无疑让小说 少了一分白莲花的伪善作作 多了一分 快意恩仇的江湖豪情 在看了那么多招人讨厌的圣母之后 我觉得我急需一本这样的书去洗洗眼睛 虽然我不支持死刑 更反对暴力私刑 但我不得不承认 有些人真的是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法律无法维护大众心中的正义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 这个法律就是对现实世界的无视 而60年代的地狱厨房 就是一个被法律无视掉的世界 这样的世界还有很多 而正义不应该只照耀在目所能及的地方 OK今天我们就落到这里 我们下本书再见 拜拜